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自己做的米糕不糯 吃起来口感不好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米糕的制作技巧 让咱们做好之后更加的黏糯好吃 先说一下材料 这里是纯的大米粉 准备150克 糯米粉准备50克 玉米淀粉准备20克 白糖准备50克 酵母准备3克 常温水准备200克 然后和面这一块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想让这个米糕更加黏糯 肯定要有糯米粉这样才能黏 然后这个糯米粉的量千万不能配多 配多发不好 再一个就是淀粉 淀粉它会省电 所以也不能多放 白糖的话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让它突出一点甜味才好吃 然后干酵母呢稍微多一点 主要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发酵起来 发酵的比较快 假如酵母放的比较少的话 咱们在做的时候发酵的比较慢 时间会更长 前面这一部分大家只需要记住 配面比例一定要准确 淀粉和糯米粉不能多 这个要注意的地方 水量不能太多 比如咱们今天准备的是220克粉 咱们加200克水就可以了 如果加的太多 发酵也比较难 因为它里面只是纯的大米粉 不是粘米粉 里面还有糯米粉 淀粉 这都容易沉淀 太稀的话 它就会沉淀下去 咱们蒸好之后 它里面会有死块 比较粘 所以一定要注意好 水量千万不能多 搅匀之后 一定要没有颗粒 比较丝滑 再一个 它的稠度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很重要 下来就是发酵 发酵这一块呢 大家只需要注意温度就可以了 咱们可以放到温水锅里面去发 基本上半个小时就OK 发好之后的状态 就像画面中这样 完全起来 里面有很多气 像这种状况 就说明已经发好了 不能再发了 再发过的话 它后期容易不足 然后咱们把这些气 给它排掉 排掉这些气 咱们再次来做呢 它就发酵的比较快 想让它更加细腻 咱们可以在最后 放上一点泡打粉 搅拌匀 也可以 接着咱们把搅好的糊 直接倒入这个瓶盘 记得 瓶盘里 一定要加上东西 这样好脱膜 接下来这一步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摔打一下 把里面的气 给它摔出来 这样它里面的空洞 就会比较匀 不会大小不一 接下来 要进行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 比一次发酵时间 要缩短一半 基本上15分钟 差不多了 发好之后 还是明显的看到长大 像这样就可以来蒸了 蒸的时候 开水上锅 开水上锅之后 这个火力呢 不要过于大 调到中火 就OK 力太旺的话 咱们蒸好之后 容易出现起大泡的问题 上锅蒸25分钟 蒸好之后 直接就可以出锅 米糕完成 大家可以看一下 米糕全部做好 拨膜之后 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到 它这个柔软度 弹性都非常好 大家照着去做 就能做成这样 另外大家要特别注意 做这种米糕 一定要注意好 糯米粉和淀粉的搭配 如果加多了 咱们蒸好之后 它就完全不发 另外就是在蒸的时候 这个火呢 千万不要太大 水烧开之后 调到中火 蒸好之后 它的效果呢 就比较稳定 不会出现起大泡 吃粘糯米糕的朋友 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